研究动机 老鹰是天空中的霸主 但它真的天不怕地不怕吗 在古尔克玩老鹰不飞中 作者发现台湾老鹰的数量越减 为何寿命长 幼鸟出生不越高的黑渊 现在却成为二极宝的类动物呢 透过专家长期的观察与研究 发现有很多原因 包括气地环境消失 机关气候 食物不足 不明的疾病 非法盗裂 释放农药或毒鼠药 影响到食物所造成的毒害 环境污染或重金属污染 这些都可能造成黑人数量降低 希望在任人籍期间 去各地访问及调查 并宣导想办法改善这些问题 新的 透过查悬资料 发现其实常见的猛禽死亡原因有很多种 像是窗杀 杜杀 气力破坏 甚至是触电身亡都有可能 其实猛禽的气地不一定在深山上 城市常见的都市公园里 其实也可能有猛禽出没 希望能透过桌游设计 与入伴生岛 让大家更了解 猛禽的知识与死亡原因 并学习如何改善这个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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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